我本來從來也不是偶像出身 所以就覺得說 偶像可能是一個比較淡然的狀態 比方說我昨天去吃小龍蝦 用手剝小龍蝦然後喝酒醬 其實我覺得一般人就這樣子 外型剛毅心思細膩 很多人都會覺得楊宗維只會唱不太會說 但其實他只是 可能大家也覺得我是一個比較溫和的人 但其實我還蠻放得開的啦 我其實是很放得開 可是因為私底下跟鏡頭前面確實不一樣 那再加上我的個性比較緊張嘛 舞台上我會比較 我真的會比較拘謹一些 就是緊張感是沒有辦法克服的 一個身經百戰的35歲的大男人 卻是個不折不扣的緊張弟 這倒給了我們對於楊宗維重新的定義 如果說他擁有火一般的個性 那就原本不該如此的溫喷水 好比從前催淚歌神唱歌都該是安靜的把人唱哭 而現在他也可以走進歌迷群和大家 今天舞台的故事很有意思 就是他們就是把很多書都堆疊起來 就好像做成一個很大的書房這樣子 然後就想要營造我是一個氣質偏偏的書生 所以我盡量讓我自己像 對 我第一首其實挑的難度是蠻高的一首歌 對 大概是我畢生以來 畢生以來 不好意思 我今天有點小緊張 我覺得他目前為止了 不是畢生 就是目前為止他可能是 我所有路過專輯當中難度最高的一首歌 既然連唱自己最擅長的苦情歌也要緊張 那麼還有什麼會讓楊宗偉更緊張呢 空翻啊 我有點嚇到 那他空翻 你是暗示我要 你看如今這個年代要當歌手多不容易 創作才子也要能歌善舞 更何況楊宗偉說自己要開始玩復古disco 那舞蹈怎麼少得了 我確實是一個四肢比較笨拙的一個人了 所以我可能沒有在沒有辦法在短時間 我就需要 我是一個運動底子 但是 但是運動員等於會跳舞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邏輯啦 對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邏輯 就是 我還是必須要給我很多的時間 然後讓我好好練 我才可以勉強跳出一個 你們看了 不會立馬噴出什麼東西來的一個舞蹈 不過 當你又要問35歲的楊宗偉最不緊張什麼 他的答案非常坦蕩 那或許就是成功 他當年也不是超級星光大道的冠軍 今年 他也沒有因為在某衛視節目 逆襲了很多歌壇前輩而沾沾自行 他只是一如既往的唱他喜歡的歌 尤其是當他的歌 終於成為了別人的參賽曲目 我剛才講前一陣子我覺得蠻 一方面很開心 可是一方面又覺得有點時空交錯的感覺 像我看《中國墨時生》 有人在唱《最愛》的時候 我在 我就突然想到就說 我那時候唱《最愛》的時候 很多人都 建議我不要唱這樣子 因為確實是大家很不熟悉的曲目這樣子 代表說其實某種程度 我自己的東西被大家所接受嘛 楊宗偉算是過來人 他也曾經經歷過很多現在新人都會面臨到的一個普遍問題 那就是因為合約問題而沒有唱片可發 對於這樣一個自我的低潮期 自己內心的調節非常重要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說 也許我什麼都能做 我好手好腳的 我去當一個waiter也可以服務生 然後我之前也當游泳教練嘛 然後救生員我都可以 就是不會因為我帶有什麼樣的光環 然後我就不能去做 然後我覺得你只要扪心自問對得起自己 那當然外界會對你有很多的評價了 或者是有很多的眼光看你 那個眼光可能是帶著有色的眼光去看你 然後去評價你 但是我相信沒有人可以決定你自己是否善良 你的人品如何 這個部分可能自己要相信自己 然後自己也要去經營自己 所以說成功非常不容易 楊宗偉自認唯有珍惜當下 滿足於現狀才能夠不被名利追逐 而活得更幸福 坦荡